第三想去顶级的中学除了学术啊 还有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和特长 顶级学校对于孩子来说 他都需要能够看得到 你在某一方面是有所成就的 要么是学术 要么是体育 要么是音乐 艺术等等 但是他为什么希望看到你在这方面有特长呢 是因为这东西是一个叫transferable skills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能够扎得深 能够做得好 说明第一 你比较专注 你对这东西比较有热情 然后呢 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而且你是比较competitive的一个人 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个人 这样的话呢 你在其他领域里面也容易砍化结果 如果你所有东西都是都行都还好 但是我不擅长都不擅长 那可能你就没有另外一个 在某个领域里面扎得特别深 特别优秀的 然后特别出彩的 然后有成就的 他的这个竞争力强 OK 所以除了学术以外 培养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我还见过小朋友 他是打冰球打得特别好 然后进了一顿 那另外一个考试考得特别好的 没进去 OK